提起非洲蝗哉,我们习以非诚 可是非洲的鸟哉,你可曾听闻呢 甚至翻了到连大象都难逃毒手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称霸非洲草原的小鸟 红嘴奎利亚雀 红嘴奎利亚雀 栖息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和我国的马雀一样 红嘴奎利亚雀的幼崽主要是吃昆虫子 长大之后,红嘴奎利亚雀变得懒惰了 太懒了,吃野草的草籽和农作物为食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一只红嘴奎利亚雀 每天会进食20克的粮食 200万只红嘴奎利亚雀会消耗大约几十吨的粮食 非洲人民想,种地真不易,且行且珍稀 前有遍地黄,后却跟着上 可想而知,15亿只红嘴奎利亚雀 会对非洲的粮食产生多么不利的影响 在我国,一个除去四大害虫 运动闹得轰轰烈烈 号召人们消灭老鼠,马雀,苍蝇和蚊子 通过各种方法将马雀抄家灭族 结果农田中的害虫失去了天底,得不偿失 结果次年农作物严重牵手,引发了严重的计划 而在非洲,这种名叫红嘴奎利亚雀的鸟 也是马雀般的存在 种群数量在繁殖期后一度达到了15亿只 瞬间登上了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帮手 飞起来都麻麻眯眯,铺天盖地 将农作物一扫而空 堪称进化版的羽毛蝗虫 因此,非洲人们想尽办法,网捕吃幼,毒药伺候,甚至用炸弹狂轰 却仍然无法奏交 红嘴奎利亚却因为这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红色名录当中被列为根本不需要关注的物种 于是一个疑问油然而生 红嘴奎利亚确实无可发展 到吃也吃不完,灭也灭不绝 令地球上所有的物种都万分倾限的一个种群规模呢 第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这个西树草原的地区会在野外筑巢 曾经人们在一棵树上就发现六千多个昏巢 可谓是树干不能承受之重 第二,红嘴奎利亚却反正能力的堪比那兔子 食物充足的条件下 它们每年可以繁衍多代 每次三到五只 雏鸟在两周后就可以飞行 一年后变得性成熟 自此,一招麻雀变凤凰 依赖着种群数量多的优势 它们可以完美躲避天地的袭击 因此,红嘴奎利亚却可以说在非洲地区为非作胆 第三,红嘴奎利亚却的掠射方式和蝗虫惊人的相似 那就是拖架带口在地面觅食 一走乌洋洋一大片 一轮一轮陷云一样翻轨 非常壮观 以至于南非 克鲁格国家的公园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因为红嘴奎利亚却在非洲泛滥成灾 导致全球对它都喘缺色变 禁止私人携带红嘴奎利亚却入镜 然而同天不同命 我国人民消灭和红嘴奎利亚却差不多的蝗却仅仅用了最原始的方法 就把它们消灭殆尽 很多年没得恢复元气 法国人吃一种和它差不多的铝鸽一百亿只 都吃得快灭肿了 依然想吃 而在饥饿的非洲 红嘴奎利亚却不但没有被吃绝 反而家族昌生 成为世界上最多的鸟类 不得认为此鸟是一个生物奇迹 直到如今 红嘴奎利亚却依然是野火烧不进春风吹油声的状态 于是后人云 非洲鸟群变草原 只吃乌骨惹人闲 想请能人出妙招 消灭遗害还良田 不知道那个看完视频的你 对消灭此去有什么好方法 我的意思就是造 造就完了 这该干饭 评论区留言 我是大猫王 一个带女月变云骨洪荒 一览史前岁月的同行者